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国号就是中华民国 那么现在名字呢 就叫做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那么我们来想一想啊 这个就提这个问题 就是说明宣布台独 为什么是这么讲 因为中华民国的定义 有中华民国的宪法 这是一个专用的名词 中华民国国际上承认 它是代表中国的 它的国际承认 它的法律地位是什么呢 根据联合国 联合国宪章 对这个联合国宪章 这个规定了 中华民国是代表中国 因为参加了有十个 中华民国在联合国成立的时候 有包括中国共产党派出的代表团 中国共产党和一共十个人 这个参加了这个这个 旧金山的联合国签字一试 那么所以呢承认 中华民国是代表中国的政治符号 我们把这个历史资料 这个联合国这个宪章在这里啊 联合国宪章在这里 联合国 中华民国的这个这个宪章也在这里 嗯 那么嗯在这里呢我们 我们我们现在就这样子来 就简单的讲吧 现在我看把这个 为什么 我们把这个严重性啊跟你说出来啊 你蔡英文今天 我这有点准备的有点倡促啊 我把这个 联合国定义的中华 中二十三章 联合国宪章第二十三条 中华民国是代表中国的 这个签字一试上 它是这个联合国的一个组织的成员国 中华民国台湾是什么呢 是一九四五年啊 这个十月二十五号 收复台湾以后 日本是投降是一九五年 中国人现在都用了一十五号 那一十五号 我们现在讲的 一些鸡胎 几十五号 那一十四号 我今天就正同一十五号 入键